加拿大奇景在12月10日 尋查了溫哥華劣質文室的溫州同鄉總會 涉及到中共在加拿大建立110警戰的問題 並且要保護華裔加拿大人免受恐嚇和騷擾 根據溫哥華新聞網站的最新消息 政府文件顯示 溫州同鄉總會會長朱建國在11月份被邀請成為貴賓 參加了新一屆溫哥華市議會的宣誓就職典禮 媒體還披露 早在2018年 溫州同鄉總會就被指控發送微信信息 向當地選民提供20元交通補貼等方式 要求華人給指定候選人投票 同時他們還籌集了資金 支持了不同城市的多位聯邦候選人 加拿大奇景也對此進行了立案調查 保護衛士近期的報告顯示 目前全球53個國家發現了102個中共海外110警站 加拿大現有5個 對此加拿大奇景正在進行全國範圍內的徹查 他們還呼籲民眾對此類騷擾恐嚇事件要進行報警 同時 民眾呼籲聯邦要加強立法 應對複雜的外國干涉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威安妮林希 加拿大報導 電視台記者李威安妮林希 加拿大 電視台記者李威安妮林希 加拿大